这次电脑展对游戏玩家来说 就是可以看到一堆高规格的电竞笔电 有的三镜5.1声道 有的能够悬浮操控 甚至有的笔电 还会外加触控荧幕 让玩家可以自己来设快捷键 那就连绘图晶片大厂挥达 他也跳进来自己打造多功能的游戏机 据传背后还是找郭董的洪海帮忙组装的 你没看错玩电玩游戏不用滑鼠而使用触控荧幕 连快捷键都可以自己设计 玩家出身的雷蛇指引长说 高规格的电竞笔电 每个手指的操控都要规模求私 因为每一秒都是比赛胜负的关键 电竞笔电比起一般笔电 更强调的就是神光效果 这台除了3D功能之外 耳机的立体声音 也比一般的耳机还要强上好几倍 萤幕要更细致 声音效果要更立体 玩起游戏才过瘾 搭配感应器就能隔空队的萤幕玩切水果 电竞笔电要求高 微信这台更直接在笔电里塞进5.1声道 顺畅是gamer最主要的要求 然后这是非常一个 对玩家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在打的过程当中不希望 有任何的萤幕卡住 或怎么样 这样子在玩家玩就觉得怪怪的这样 看准游戏玩家的这波商机 就能汇图晶片大厂NVIDIA也跳了进来 还自己打造了行动游戏装置 让你能一边走一边玩 Shill Go拿着游戏机在展场里边走边玩 汇图晶片大厂回答打造游戏机 气如心可不小 有出口萤幕能玩游戏 还能上网手把mail 剧场背后还是郭董的鸿海帮忙组装 这股电玩游戏商机 可是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东森才英雄黄庆李伟伦 太宝大